上上不到20分钟 总统府后方西大门 现兵遭男子持50刀砍伤 总统府维安事件费赔一笔 回到2014年 刹车车司机张德镇 驾车已时路72公里 5秒撞出总统府维安大漏洞 过去更有富人 成功闯入府内等事件 台湾心脏地带 维安如指扎 台湾的国兰大道 它本身是一个很笔直 而且宽度很长 很大的一个道路 如果说一个重型的刹车车 往前面冲 那我们认为现有的 一些所谓房主机制 真能完全发挥功能 尽管前门有钢制花台地 虎杂阻绝 但重新南路宽只有20公尺 扶前控地纵深也仅40公尺 重大突发事件几乎没防御能力 总统府后门更是一功难受 总统最重要的办公室 我们知道在后面三楼 受过特殊训练的这种 像突击队或者特种部队 其实很容易突破现有 众生严重不足的整个防御网 比这次发生意外的西大门为例 这一排低矮的花圃 就是一道防线 但只要越过这里 大约走十步就能进到总统府 明显众生不足 而同时到先天位置不良的因素 有许多声音过去 都说要将总统府签到大直 因为有国防部还有横山指挥所 但是最后都没有办法达成共事 国防部星大楼前方纵身200公尺 紧急为难 总统还可及时进驻横山指挥所 明明龙盘虎具位置绝佳 但为何还有犯罪生 所有的政军中枢都在大直 遭受大规模攻击 而且是属于精确 远去打击这类新形态的攻击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全部集中在一起 那确实在分散风险的角度 是极为不利的 其实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 都想过搬迁总统府 但受限经费和执行困难作罢 台湾权力中心为安漏洞现行 刀片蛇龙架再多 只怕依旧事倍功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